他記錄了一個個案,在1673年,關於一個巴黎瑜咒 1673年,四百多年前 因為他的論文是1830年發表的 不是近代,是很久以前的 他已經發表了這篇論文 當然,當時那篇論文發表的時候 他所有科學家都鬧到熱烘烘 沒有理由會這樣做 因為他記錄了一篇個案,他說 在巴黎有一個很喜歡喝酒的婦人 他一天睡覺之後 他就神秘地自然死了 自然是燃燒的燃,死了 他發現的時候,除了頭部和手指 全都變了灰,只有頭暈和手指 整個人都變了灰 床又沒事? 床又沒事的? 床其他周圍收的物件是沒事的 只是看到一堆灰在床到處 還有你可以看到一些焦黑的手指,還有一個已經焦了頭 是不是中了化骨棉掌? 我不知道,化骨棉掌應該是寒氣來的 化骨棉掌 經據這個小事的設定,化骨棉掌好像是寒底 我看到吳文達一掌,只剩下我的頭,全身軟 剩下什麼頭,全身軟 真的剩下我的頭 你那裡,巴黎,隔壁有沒有燒? 隔壁除了床之外,旁邊沒有任何移物品 不是,房間有沒有燒到? 沒有,房間沒有燒到,任何東西都沒有燒到 其實又不合理,我又覺得,除了中了化骨棉掌 所以其實人體自然這個現象,就算是現在 有一些科學可以解釋到的原因,但是依然都是 大家都是有責任何誇解 我又覺得這個有一個問題 自然,燃燒就燃,自然燃燒代表有熱力 那我當然知道燃燒需要三樣東西 不是需要三樣東西,問題是 最少燃燒是會有熱力 那又沒有燒到燃燒,不能燒到床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它不是燃,是變粉 自然變粉 它為什麼會變粉? 你怎麼覺得它是燃燃了? 還有一個個案就是1974年 這個也是它的論文裡面的 是的,因為它發表了不止一個個案 剛才那個女人的個案是其中一個 但是你說有人寫了這個論文 那這個論文,可能我們不明白 但是它的結論是怎樣的? 它沒有結論,它只是提出了這個人體自然 這個東西出來 科學都首先要有論文出來做解說 很多論文都沒有結論的 即是它只是討論這件事? 是的 但是它就有了個案,有了個性好 是的 即是就叫做開了個檔案 是的,開了個檔案 那它還有一個個案就是1974年的11月12日 在美國有一個美國人叫傑克安吉爾 他去旅行途中就入住了一間飯店 那它因為去旅行當然累了 那它累了 那天晚上就在那裡休息 但是一睡就睡了四天 到它十六天起床的時候 其實睡了四天就到十六天 因為它十二號入住 十二號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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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日下午起床 即是十六號 是的,十六號下午起床 就去了它的旅館附近那張吧台 就打算叫杯酒喝 那當時那個女服務身就在那裡大叫 你的右手是正在燒 是真的在那裡大叫 你的右手自己正在燒 是的,但是它自己沒有感覺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就想起葡萄老祖那隻手 是的,傑克看到都很害怕 還要看醫生 還要看醫生 他不止右手燒到焦了 他連自己內臟也燒到 是 是的 但是這個人完全沒有感覺 即是當時沒有痛 沒有任何痛楚 沒有任何性 他照著平時起床 然後打算下巴桌 打算叫杯酒喝 一提一隻右手出來 就被人說正在燒 然後他就痛了 沒有痛 依然都是 他嚇一嚇 喂大哥,你就算沒有痛 你看到一隻手燒 你也嚇一嚇 這些其實會不會是 近代又好像少聽這些 近代是少聽了 會不會是假的 有機會是假 但是 即是你去到 一六、一七那些 其實好像練金術一樣 已經證實中是假的 練金術 即是哪一隻 不是我德華那個 不是我德華那個 證實了 不是鋼癡那個 因為練金術 其實就是化學的前身 是啊 已經證實了化學前身 因為他講的是點石成金 將某一種金屬變成黃金 那就為之練金術 你想想 如果我可以將某一種金屬 經過某一些程序或過程 將它轉變成黃金的話 那這個世界有沒有窮人 即是你說的是這隻練金術 是啊 不是你看開那隻 不是 因為以我所知的練金術 是 即是練一些金屬出來 不是練金出來 即以我所認識 不是金屬 開頭的練金術所講的金 其實是黃金 是黃金來的 是啊 就是怎樣將一些 可能廢金屬 最開頭的 廢金屬 或者一些好人要的金屬 怎樣將它經過過程 轉化變成黃金 但是其實現今的化學都已經證實了是不行的 都是 這個技術在哪個國家 以前中股市的歐洲的時候 歐洲 都有人提倡這件事 但是如果以前我不敢說 可能現在的中國可以了 地溝油也有 是 中國現在有國土電城鎮 你不知道 等等 可能它隨便拿爛鐵 都生了瘦 都做到金 但是那塊金又不是金 手工就極度精緻 地溝金 找到食物就可以了 只有你想像不到 沒有他們做不到 是嗎 就是 技術味道 不過就 不是技術味道 其實 應該是這樣說 你應該知道 黃金是一種什麼的金屬 如果有些化學底 是元素周期表 其中一架 因為不同金屬是由不同的物質 或者是粒子組成 你根本黃金和其他金屬 每一種不同金屬 都不同粒子組成 嗯 是的 那你怎樣 將一種金屬的粒子 轉變成黃金 是嗎 我自己這樣說 大家未知 不代表又不可能 但現金技術 真的未有 是的 但可能以現金的科學 或者知識範圍 可能未到這個 但是 縱使 縱使今時今日 的科學 或者化學 那方面 練金術 這件事 都被人否決了 已經大部分人都說是假了 但依然都有人做研究 那時候 那些人說 練金術是用什麼方式去達成金的呢 他有沒有說 有 但是我忘記了 我沒有很詳細去看 那會不會有些 有些 有些 有文獻 有些科學文獻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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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謀論 有些 我可以無限製作金出來 那些金價 因為你要知道當時那個 如果你看回當時那個 時代背景 其實是 有什麼年代左右 以你所知 中古世紀歐洲 其實當時也是 基督教環行的年代 還是提倡地球 太陽圍繞著地球 轉那個 即是地球是方形 類似那些 那些位置 總之地球還是方形那些 即是達爾文還沒有提倡地球是圓 那些 即是那些 總之還是 還在哥倫布那個時代 再之前 還要再早過哥倫布 早一點 早一點 再早一點 對 對 因為 大概那個年代 即是十七八世紀 那個大海時代 之前一點 就已經有人提倡這件事 應該是假的了 即是歐洲版的總金黨 但是我覺得 這麼會死來之前 但是我覺得 你不可以 否 但是如果他有這樣的理論 但你不可以說 完全否定他任何事情 以前又沒有上網 但他不是 那些詐騙案 特別窗媒 不是 而且他那個 你不可以說還那麼久 因為當時 你這些練金術應該是犯法的 還要犯法的 是犯法的 是犯法的 會死的 是因為屬於武術 還是什麼 有些少少 偏向武術 差不多啦 中金也沒辦法 你要知道當時的基督教是很兇的 即是那些什麼共產主義 你不可以有錢 那個皇帝這樣 不關事 你要知道 即我以下的說話 沒有任何貶低任何宗教的意思 你先離身 先戴個頭盔 是的 戴個頭盔 你要知道 任何的宗教都有 每個不同宗教都有主張 當時那個基督教的背景其實是真的很兇 因為當時全歐洲都只有一個教 就是基督教 練金術這種法學的前身 他們好像是被譯為一些異端的行為 嗯 是的 你知道當時基督教處以至異端儀教徒 是處以火刑的 是死人 這麼恐怖 是的 是的 燒死他 是的 就是吊在木頭 然後下面有一堆柴 然後在點火 減山燒死你那些 挺恐怖的 是的 是犯法的 當時練金術 所以其實我覺得 為何會有人冒險去做這些研究呢 因為其實如果是宗教來講 練金術是一種違反神旨意的一種 是的 是的 這樣 因為神 他們說的 如果以宗教角度來講 因為神創造的東西出來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你不能改變它 那五餅二餘又可以 五餅二餘又可以 五餅二餘是基督教 不是 天主教 基督教 基督教是五餅二餘 耶穌分出來的 即是你說的 我不知道 五餅二餘因為耶穌是他們的教宗 你明白嗎 那為何五餅二餘又可以 耶穌都說 耶穌叔叔 那我祈禱把一些金 即是譬如 把一塊豆腐 我今天不吃豆腐 我想弄一塊金 即是你祈禱可以的 其實都可以的 其實都可以的 是的 喂喂我 我 我祈禱出來 我不是練出來的 但是你知道當時 你老闆給我 問題 你要知道當時五餅二餘死了 五餅二餘又不行的嗎 哈哈哈哈 那你就只可以五餅二餘 你明白嗎 金回去五餅二餘 金又不行 因為其實如果對 如果 如果 Terry之前所說 就是訓練金術是犯法 其實就是因為 天 那時候 基督教 未必說是亡殺 不過是很 很